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次我们能够在此地聚集一堂 前面还有座位 我们来研究尽宗经典的核心 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音乐 这些年来 晋宗在过处都有良好的发展 我们为什么在大臣十多宗派当中 特别提倡尽宗 这是我们首先要认识的 佛法是佛陀 对于一切众生 究竟圆满的教育 他为我们说明了 宇宙人生的真相 唯有真相明了 才能够正确解决一切问题 包括我们眼前生活的问题 到将来归宿的问题 佛在一切经里面 跟我们讲到 最究竟最圆满的原理 这个名词 在佛法里面用的很多 几乎过宗 过派 都不完全相同 可是它的内容 要把它归纳起来 确实是一致的 像大臣经里面常讲的 赵集 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 确确实实 能包括 整个大臣佛法的精髓 照耳常集 集耳常照 我们在禅宗里面 常见到这两个名词 它要用在禅宗里面 我们就更容易体会 更容易了解 照耳常集 就是一心不乱 这个是自受用 《冷言经》里面所说的 多舍流跟近年相集 这是真实的功夫 真实的受用 集是什么呢 就是禅宗里面讲的 清净性 我们这个无量寿经 经体上讲的 清净 平等 这就是集 而照耳朵 是究竟圆满的智慧 照耳常集 那集耳常照 即是从清净 平等里面 放出无量无边 智慧光明 这就是菩萨大慈大悲 菩萨大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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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经常讲的 悔于众生 真舍之力 所以这两个字 不仅仅是禅宗的专利 用在禁宗也是恰到好处 所以古无大德 告诉我们 世尊四十九年 所说的一切法 他的目的 就是希望每一个人 都能达到这个境界 如果我们能从 照到极 那真是人生 最高的享受 是真正的幸福美满 这个照就是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从生活当中 都能归到清净心 都能归到平等心 心尽这途径 这个就是禁宗的宗旨 禁宗修学的目标 他的修学们全在经体上 那么要想 每一个人 在一生当中 真正达到这个目标 在所有经教里面 我们知道禁宗是最快速的 能帮助我们在一生当中 到达这个境界 但是禁宗的根性 不是每一个人都具足 像六族在这个谭经里面 所说的 他所教学的对象 是上上根 不是普通人 换一句话说 中下根没份 因此 世尊为我们开启 禁宗法门 那么这个法门 他的好处 确确实实能涵盖一切众生 上子等着菩萨 我们在华言会上看到 文书普贤 华藏世界四十亿位法神大师 最后都念佛 归净土 夏至三徒地狱终生 一念十念都得往生 所以这个法门 才真正是普度一切众生 在本经 在小本阿弥陀经 我们所见到的 这个法门 这部经典 使世封一切祝福如来 之所赞叹 一切众赞叹 这个不容易 一切众既然赞叹 这一切众当然 为众生宣讲 当然像释迦牟尼佛一样 普遍劝导大众 念佛求生净土 因此修学这个法门 读诵经典的人 趁念佛号的人 都蒙一切祝福的价值 所以在末法时期 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 世界大乱的时代 纵然其他法门 有他殊胜之处 我们在时间上 已经迫迫及待 唯一读这个法门 用的时间少 简单容易 稳当快速 我们 读了偶叶大师的药集 偶叶大师教给我们 一定要顺从 祝福真实的教会 这个法门是 祝福真实教会 决定不要疑惑 认真努力地来修许 因此我们将静中 早晚的扩颂 早扩 我们就选的 第一评经 第六评 四十八语 顽阔 我们就选 无量寿经 第三十二到三十七评 目的 希望我们每一个修学的人 我们的心 要向佛的心 我们的愿 要同佛之愿 我们的结 我们的心 样样遵照佛的教会 经中所说的 书胜利 比一定在现前 就能得到 这是我们这一次 为什么要选这一章 选这一章 跟下一次 我们环游 一个星期的时间 来探讨 三十二到三十七评 这就是我们 禁中宣定的早晚课里面 主要的经文 弥陈大愿之由来 这一点 我们必须非常清楚 前面两章 是阿弥陀佛的传记 阿弥陀佛的历史 他在阴地 是一个过往的身份 因为听佛讲经说法 他觉悟了 学习了王位 发心出家修行 他的愿力不可思议 他的慈悲不可思议 自己成就 还想帮助一切众生 使一切众生 我们都能在一生当中 得到圆满的成就 这一点 我们必须要清清楚楚 那么他的成就 不是偶然的 是接受老师 广播的教导 同时 又以老师的威神 他的老师是 世间自在往如来 这在第四章 诸位如果没有经本 我们这边有经本界缘 可以带回去 多多看看 第四跟第五 十一段的历史 这段历史非常重要 可以看到他求学的经过 那么以老师的威神 将设放一切祝福的刹土 展现在他面前 让他仔细去参观 这就像我们现在所讲的 读万眷书 行万里路 那么他见到 十十多多的世界 有六道轮回 有三我道 有善的 也有悟的 于是他发现 取人之长 世人之短 建立一个 完全没有缺陷 至少没有 一切祝福刹土里面的 那些缺陷 不善的 通通避免 所有祝福刹土里面 好的善的 通通采取 那么换一换 他建立的这个世界 就是极一切祝福 美好的大臣 非常符合我们今天 科学的理念 所以他的极乐世界 不是凭空想象得到 也不是什么神力变现出来 不是 是参考 许许多多诸佛刹土 这样建造 我们看到 非常欢喜 也非常的敬佩 那么这个世界建好之后 他向老师报告 这个第六 这一章啊 就是他的报告的全文 把这个世界的 一切状况 为我们详细说明 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介绍 极乐世界 一阵庄严 讲了许许多多经典 我们仔细去观察 确实 没有一句 违背 四十八月 可以说 所有一切 尽忠经典 都是四十八月 详细说明 那么可见的 这一章经 就是 尽忠的根本 尽忠的根源 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呢 跟大家介绍 这个 法八十月 第六 那么经题 我们都省掉掉了 诸位要想 明白的话呢 我们有 诺言带 过去讲过这个经 有诺言带 可以借回家去听 可以做参考 经文一开传说 法藏 百业 唯愿 世尊 大慈 天长 这时 他向他 老师 报告 他建立 这个道场的 成就 他在他 老师会下 他的发明呢 是法藏 这个世尊 世间自在亡如来 是他的老师 唯愿 世尊 大慈 天长 这是 非常恭敬 的话 下面 就是非常著名的 四十八月 本经 这个 汇集的时候 采取 二十四月 为纲 四十八月 为木 所以实际上呢 这个文呢 是二十四段 每一段后面呢 有些 小柱 这个小柱 就是四十八月里面 哪些院 就住在这个 后面 我若震得 补上菩提 成正觉意 俗具佛差 居足无量 不可思议 功德 庄严 这个四句 是总纲 从这四句 我们就能够知道 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 西方极乐世界 比一切诸佛差土都好 好在哪里呢 就好在 居足 居足是没有 谦虚 没有谦虚 无量 不可思议 向着 功德 庄严 在本经经题里面 也是六说 无量 受 庄严 那个无量呢 就是此地 无量 不可思议 功德 受命 是无量 不可思议 功德的一种 用这个 来做代表 那为什么不用其他的呢 光明 智慧 神通 道理 为什么不用这些呢 要用寿命呢 佛 与祖司 告诉我 无量 庄严里面 寿命是 第一庄严 诸想想 假如没有寿命 那所有一切庄严 你就享受不到了 你就堵落空了 所以寿命是第一 有无量的寿命 这个无量的庄严 你才能够享受得到 所以用这个寿命来代表 用无量寿来代表 那么这个道理就在此地 一切庄严之中 第一殊胜的庄严 无过于身面不损 这个鼻生呢 这个很了不起 不亚于无量寿啊 十年鼻生啊 同时 身皆不退 这个不退 这个不退不是普通的不退 云阴阵三不退 这三条 是所有一切诸佛插图里面 都没有 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 人家要问西方世界 比起一切诸佛插图好在哪里 你只说出这三条 那大家就没话说了 诸佛插图有的是不错 是很好啊 去不容易啊 门槛太高啊 我们没有能力进世 阿弥陀佛这个世界 十年就能往生 我们有份的 我们做得到啊 四方世界菩萨都有退转 静静退退 西方世界只要一到那个地方 即使下下平往生 也远阵三不退 这个是一切诸佛插图里都没有 那个远阵呢 就是保证你一身成佛 就是这个意思 完全是真实不虚 那所以这个四句是大运的总纲领 涵盖了全部的大运 下面呢 这才为我们细数 说明这个世界 无有地狱恶鬼 禽兽云飞软动之类 这一句是那个世界没有三窝道 在这个地方 我们必须要想得 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 这个要知道 今天十多的科学家 这些家宗教家都在那里探讨 有十十多多的学说 在这个世间流传 没有一个学说 能叫人听到心服口服 原因在哪里呢 都讲得不圆满 为什么不圆满呢 说实在的话 四十真相不是他见到的 他没有见到啊 他只在那里猜测 只在那里推想啊 不是见到的四十 佛为我们讲的 是佛亲自见到的 佛告诉我们 他能够见得到 我们通通都能见到 见到是四十啊 那为什么他见得到 我们见不到呢 佛说了 一切众生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真的 这佛说 你有妄想 所以你见不到 你有执着 所以你见不到 这个妄想 多生多结 这发展呢 就成为俗智障 佛教里的讲 二障 两种障碍 障碍什么呢 障碍你不能见到 宇宙人生的真相 你有这两种障碍 你见不到真相了 宇宙怎么来的 怎么形成的 怎么演变的 你见不到了 人生从哪里来的 我们有过去 有现在 在未来 你为什么都见不到 你有障碍呀 执着 这种障碍呀 就变成了烦恼 所以 你有妄想 你有烦恼 你的心不清净了 所以佛法对清净心是非常非常重视 假如你能够把妄想断掉了 烦恼也断掉了 你的心恢复清净了 那你就见到了 四十真相就见到了 这个怎么叫 叫召见呢 我刚才跟大家讲的召集 急重要 急就是清净的 有烦恼 有妄想 就不急了 妄想烦恼 没有了 这个清净心 照见宇宙人生的真相 佛是照见的 经典上给我们讲的 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那么今天 阿弥陀佛非常慈悲 知道我们的心不清净 很难做到清净 它有一个好的修学环境 就是极乐世界 让我们到那个地方去修学 到那个地方成就及照 照起 就成就 所以这个世界呢 没有三个道 六道轮回 这个摄法界 就是妄想执着 变形出来的 妄想执着 妄想执着 有轻重不同 所以才有 设法界的差别 第一 是最严重的 佛话讲 十我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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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十五口气 意 就是心里头的念头 贪嗔痴 这十种叫十我 这十种 每个人都有啊 如果没有 你怎么会到这个世界上来 你怎么会到这个六道去轮回 没有 就超越六道了 不是凡人 既然是凡人 一定就有 虽有呢 有轻重 等级不同 轻的 能感三三道 卧底呢 必定多三个道 所以这是地狱 是极重的 受 磨鬼呢 那就比较轻一点 出身就更轻一点 都是十我严 所看 这就说明了 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造十我严的人 所以他才没有三我道 我们这个世界 为什么有三我道 因为很多人造十我严 所以才敢得 我道的果报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也是我们应当学习 我们虽然念佛 知道念佛的功德 不可思议 念佛能够得一切祝福 本愿为神的加持 如果从密宗上来说 念佛得一切祝福如来的观点 这是真的 这个无良手经上所说的 一切祝福 天天给你观点 你自己不知道 你自己要觉察到了 那就很好了 就不错了 你不知不觉 确实念佛 特别是诚心诚意 念佛的时候 得一切祝福 关顶 所以这个法门 真正不可思议 因此 我们一定要避免遭失我严 一定要想到 人间很短 这个极盛年的光阴 真的是一坛值就过去 我们在座的同修 都是中年以上 年岁越大 赶出了就越深 年岁大的人在一起 我们做一个检讨 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 做了些什么 大多数人一回头 这一生空过了 这是真的 到头来 以我所乎 真是佛在经上说的 万般将不去 唯有夜随身 夜随身造作许许多多的罪孽 造作许多的故事 那有何苦来呢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今天明白了 今天觉悟了 如果你不觉悟 你怎么会来听经呢 不觉悟 你怎么会来念佛呢 觉悟也有程度 前身的差别 希望这个觉悟 由前而生 那我们从今而后呢 不造过也 不但不造 这个心里头 我念都要拼命 有这个念头起来了 怎么办呢 马上换成阿弥陀佛 把这个念头转在佛号上去 把这个念头转在经典上去 我们这个经 所以我劝大家 经要念三千遍 为什么念这么多遍呢 使你记忆很深 这个念头一起来 我想经典里面的教训 想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 把这个念头转过来 真正能够做到 义佛念佛 心前当来 必定见佛 我们把这个念头 从这里转 如果今天不熟 你那个妄想随着去了 你收不回来 转不过来 这就是读经的重要性 所以读经 现在在美国 在台湾 在南洋 在中国大陆 有不少人超过一万别 我听了 非常的欢喜 这样 才真正能够进入到状况 我们讲修学的状况 什么状况 极根照的状况 极道是五性身 它有那么一点了 那就得受用 我们常说 人生最高的享受 它这两个字 要相应一点 它就会承认 这个的确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心底情境 智慧聪明 这就是智慧 无论言见而听 跟从前决定不一样 他看得清楚 对于一切法 这个邪正是非善无 他有能力辨别 虽然有能力辨别 他的心是情境 心绝不沾染 这个是真功夫 有能力辨别 心底还沾染 不算功夫 必须心底不沾染 样样清楚 样样明了 这个是功夫 所以 食物一定要断 你看这个三福里面 校养父母 奉仕思长 慈心不杀 修世善与 所以 西方极乐世界往生的 要以这个为修学的基础 现在 我们就要开始 认真努力 去修学 所有一切众生 即一无罗接 三无道中 来生摩擦 受我伐化 习尘 阿罗多罗三妙三菩提 这个是第二 不断 我道愿 由此可见 阿弥陀佛的心 阿弥陀佛的愿望 真实 念念希望 帮助众生 成佛 帮助一切众生 得到究竟圆满的果真 这 这值得我们深深地反省 我劝大家 早括 念这段经文 不是念了就算了 念完就算了 这个没用出来 念了之后 我的愿 像不像阿弥陀佛的愿 我的心 像不像阿弥陀佛的心 阿弥陀佛用什么心 用什么愿 对一切众生 我要向他学习 这样早括 就没有白做 阿弥陀佛的心愿太大了 太广了 我们学不来 学不来 天天学 越越学 年年学 就学会了吧 必须要急以岁月才行 慢慢把我们自私自利的念头 把它转过来 与佛心佛愿相同 相应 这就对了 所以 所有一切众生之内 佛是用平等心 看重子 没有说 对这个欢喜 对那个讨厌 没有 我们最大的毛病 实在讲 就是有毫无执行 那难道 我们就是善我独分了 邪正莫变了 不是 善我邪正 清清楚楚 道清楚楚 心地要干干净净 如果有好无 心不清净 心要清净 那么对于卧人呢 我们要想方法感化他 要想方法叫他救 实在 他不能接受 这是语言不成熟 语言不成熟是 如何对待他呢 敬而远之 我们对他恭敬 对他保持一个距离 这个距离并不是永远保持 看他的变化 我们如何来接近他 如何来帮助他 如何来改变他 绝对不是捨弃他 佛师门中不识一人呢 所以一定要用清净心 平等心来对待 所有一切众生 这个看出他的慈悲平等 底下呢就举着卧道的 一般人最讨厌的 一般人最讨厌的 看到有一些人 看到有一些人坐屋的人 跪头跪脑啊 记得人人都讨厌呢 确实是令人讨厌的 令人呢 痛恨的 但是佛菩萨对他 佛菩萨对他还是慈悲 因为佛菩萨知道 他总有一天会觉悟 他会回头啊 那么从这个角度去看呢 这个坐屋多端的人呢 我们也会 能饶恕他 不施很严厌的 去折备他 他造的屋 他必定受果报 果报是谁也不能代替 佛菩萨也没办法 代替他受果报 果报是自作自受 佛菩萨看在眼里面 生起怜悯之心 同情之心 如何帮助他呢 诸位要想的 帮助他就是叫他觉悟 他要是不觉悟 佛菩萨那是一点方法都没有 他觉悟了 他就能改过自信 回头是岸了 幸福一定要自己求啊 佛报一定是从善心 善心当中得来的 事出世界 如果我们观察 仔细去观察 总结论就是一个因果 因果是定律 善因一定有善口 悟因一定有悟报 人过分为自己作响 自私自利 这才迷惑颠倒 造作许许多多的罪孽的 受这个不善的国报 觉悟的人呢 跟一般人不一样 念念为众生着想 念念念 念念为社会着想 他得的善果是自然 所以这个是觉悟的人 心量就开阔了 迷惑的人心量很小 很小纵然修福福报有限 而且享福也享得不自在 我们中国人常讲 你好福气 福里头有气瘦 享得不自在 为什么呢 心量太小了 所以修的福里头他有不清净 国报里头也不清净 这个心量广大的人他就自在 这是鬼道里头来的 三我道中 这个里面就有畜生有地狱了 都是造作物业之人 无力实物 造作这种重物之人 阿弥陀佛都能受容 有这个哑量 能够包容他们 来生莫差 那么这时一念回头 这个卧道往生呢 给主说 参悔往生 我们在这个大经里面所看到 生到西方极乐时期 一种识 修善 既得 幸运 执名 这样往生 所以里头有三倍 九品 另外一种呢 是造我业 我业造得很重 灵命宗师 遇到善知识 劝他悔改 发愿求生净土 他临终真正回头 真正忏悔 所以一念十念 也能往生 忏悔往生 那么也许是问 这一生造这么重的罪 临终念这个一句两句佛号 就能往生 这不是太不公平了吗 这个太不公平了 是因为你一直看到这一段 这个人前生前世 你没看到 前世还有前世 你也没看到 你只看到他这一三段 假如你要看到他前生前世 你会点头 他应该往生 几个造我的人 临终坎忏悔忏悔回头呢 不见得不容易啊 临终能忏悔能回头啊 过去身中的大修行人 他有很大的善根的力量 这一生当中是迷惑 迷惑一定有原因 大概总是环境不好 遇到一些不好的朋友 影响了他 他在一生当中都迷惑颠倒 临终坎忏悔 临终遇到一个善友 一提醒 他过去时的善根的时候就陷进 这么一回事情啊 哪有过过作物的人 临终都忏悔都回头啊 没有啊 没见到啊 所以无量寿经上跟我们讲的很明白 即使我们在座每一位同学 都不是偶然的 你在这一生能听到这个法文 能见到阿弥陀佛的相 能听到阿弥陀佛的名 都是过去身中 累积的善因 相经上跟我们说 无量寄来 曾经供养 无量无边诸佛如来 这样大的善根啊 那要问的是 我们既有这么大的善根 过去供养 无量无边诸佛如来 为什么还不成就呢 今天还录得这个样子呢 这个都是实际上的问题啊 这个问题实在讲啊 这就一个字放不下了 欲望 欲望 情欲 一个知 一个情 情是迷 迷情 只要这个东西有一丝毫有一点点 它就产生障碍了 刚才讲了 这两种障碍 你有妄想 你有情职啊 所以才落到这个地步 虽然落到这个地步 虽然落到这个地步 但是度身度疾 这个善根的熏吸 这个力量很大 所以只要有人提醒 所以只要有人提醒 它就起作用 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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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佛力的加持 所以 遇到这个法门 这一生当中 就有方法 遇到其他的法门 我们这个钱断不了啊 那就没办法 就出不了三界 我们今天老实话 缓是断不了 那为什么能往生呢 这往生只要把它暂时压一压 它就行了 这个就比较容易了 暂时把它扶住了 这很容易 断就难了 其他法门要断 你才能处得到三界 尽宝这个法门 叫你扶 扶住 就是用阿弥陀佛 这一句佛号 把它扶住 在什么时候扶住呢 临终往生那一刹那 在那个时候扶住 就管用不 也许诸位听了的时候 现在还可以不要扶 到临终再扶 这个理论上讲没错 但是到临终那一刹那 你能不能扶住呢 这是个问题 因此要想临终那一刹那 真的能扶住 现在就要练习 天天练习 时时刻刻练习 临终才有把握 这就是平常 我们叫练兵一样 临终是打仗 才能打胜仗 平常对于秦要看淡 对于佛 对于阿弥陀佛呢 要看神 要看忠 我们把这个观念 把它换过来 这个是这样 我们才能扶得住 我们才会有把握 那么到达西方极乐世界 接受阿弥陀佛的教化 接受他的法化了 法是讲他的教书 他有非常高明 非常善巧的教学方法 教导我们 化是成绩 我们确确实实 接受佛的教学 就能变化气质 那就能够化繁成圣 化勤成智 这个是讲教学的成绩 吸成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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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 教学的总目标 最高的一个目标 就是我们中国人俗话讲成佛 成佛是成什么呢 就是成就 俄罗多罗三个三菩提 这一句话 是凡于音译过来的 它的意思是 无上正等正就 翻成中国意思 无上正等正就 无上人的正就 要用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 对于宇宙人生 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 无所不能 这样的智慧 就叫做无上正等正就 那么得到这个圆满的智慧 我们就叫它做成佛 佛就是无上正等正就 成佛就是成就无上正等正就 如果单单讲正就 佛是俄罗汉 小臣最高的国位 菩萨称为正等正就 等是等于佛 但是它没有到佛的程度 只等于而已 加上无上 加上无上这才是圆满的了 智慧达到真正圆满 所以说过去 过去 现在 未来 虚空 法界 通通都着急 那么由此刻之 到这个程度 这个心是急 急这一次也达到了圆满 达到了最高的这个急的境界 清静心的传动 所以它智慧光明是没有限量的 那么在这个 阿罗汉 菩萨的时候 他们这个 这个执照还是有限量的 到如来果地上 无上正等正觉 这个智慧是真的是无量无边 那么这是我们的本能 圆满的恢复 所以说佛格我们讲 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的得相 如来的智慧就是招 如来的得相就是急 一切众生通通居足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争取 这是我们必须要明了 所以佛的心 佛的愿 不仅仅是希望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 你到底去干什么 到那边去成佛的 到那边去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 这才是阿弥陀佛的心愿 我们真正发心学佛的人 听到这个话 看到这个事实 西方极乐世界怎能不去呢 要不去不但辜负阿弥陀佛 辜负释迦牟尼佛 辜负一切诸佛如来 也辜负了自己这一生无比殊胜的遭遇 一生当中遇到这个法门不容易 这经上常讲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们这一生能够遇到了不是偶然的 遇到了空过了 那就真可惜 世间所有一些事情没有这一种事情殊胜 那么这一约 阿弥陀佛做到了 德事变呢 这个后头 后头还有一句 不负更多悟趣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纵然是悟到众生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到了之后 从此以后再不会多悟到 换一句话说 再不可能多到六道轮回 永远处离三界路 永远脱离轮回路 这是第一院 真的是无比殊胜 因为世方祝佛世界都有轮回 都有悟到 唯独西方极乐世界没有 没有的原因 刚才都跟诸位报告过了 得失愿 乃作佛不得失愿 不取无上真正求 这个无上真正正求 那么现在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成佛 已经十节了 可见得他这个愿 早已经圆满了 再看第二段 我作佛事 射放世界所有众生 大家特别要记住 这样的字样 射放世界所有众生 上从等觉菩萨下至悟到众生 都包含在这里 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出 他的清净 平等 慈悲 要从这里看 要在这个地方学 吝声我唱 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无论是什么人 无论是从哪一道去的 无论是善是无 刚才讲了 善是善愿求生的 污是忏悔求生的 多行 只要一忏悔 那就污人也变成善人了 借据子母真经色神 这是第三月 神经色 这个 母 是心仁 是心仁 心仁清净 无人 一丝毫任无都没有 精准到极处 心仁这个样子 都是自母 正经色神 我们讲的体质 西方极乐世界有身体 我们这个身体 体质是什么 现在科学家 为我们分析的很清楚 它能把我们的细胞 再分析 分成原子 分成电子 我们这个身体 是这些东西组合的 这些东西 实在讲呢 非常脆弱 西方极乐世界人 这个体质啊 是最纯最精的 这个真经 这个真经 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啊 我们世界没有这种化学成分 没有啊 这个世界没有 找不到的 西方极乐世界人是这样的体质 所以这个体质啊 它不生病啊 我们这个体质哪个地方出了毛病了 它就有病了 而且很容易出毛病 它在脆弱了 西方人身体啊 是叫金刚不坏什么呢 就是它的体质好 是最坚固的这个物质组成的 它不会坏的 它不会起变化的 我们这个世界找不到这种成分 找不到这个东西 那么这是跟阿弥陀佛的身相完全相同 体质完全相同 三十二种大丈夫相 这是相貌跟佛相同 佛的相貌是圆满的 佛的身体相貌 找不到一点缺陷 我们今天讲美 佛法讲庄业 找不到一点缺陷 找不到一点缺陷 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世界 每个人相貌不相同 为什么会不相同呢 这个看相的人会说 相随心转啊 这些人会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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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你这个面貌就刻成 看到你这个面貌就刻成 那相貌不是马上就变了 确实如此啊 到达西方世界 到达西方世界 那个人心呢 都清净了 都极了 特别对接受到阿弥陀佛 本愿功德的加持 再加上他自己 其实无人 他有回头忏悔的善念 加上他无量界的善根内心 所以到达西方世界 所以到达西方世界 相貌同佛 佛为什么有这意愿呢 这意愿非常非常重要 社方世界 大家相貌不相同 相貌好的人 自己就傲慢 傲慢是烦恼啊 相貌丑陋的人 他就有自卑感 你说这个世间不平都难过 所以制造了无量无边的烦恼 所以阿弥陀佛说 好 到我这来 相貌都一样 那个地方傲慢 却对生不起来 自卑感绝对没有 为什么相貌完全相同 这经文是最重要的根据啊 那么有人说 我听别人跟我讲 他是有一个小册子 不知道是什么人写的 说他曾经啊 入定到西方极乐世界 去参访了几年再回来 说西方极乐世界 还有男女老少 那就跟这个不一样了 那都不一样嘛 邪貌不一样嘛 可见的 那是假的 那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话呢 跟经上所讲的一定完全相同 现在这个世间呢 假的态度了 仿茂的态度了 所以这个佛法里头 也有假的 有仿茂的 不可以不小心 不可以不精神 所以佛教给我们 一法不一人 法是今天 禁宗呢 特别是这个四十八月这一段 这一段是禁宗的核心 禁宗的精要啊 一切祝福为我们介绍禁宗 也不能够有一句一字 与四十八月相违背 那个与这个相违背 那就是 就不是真实的 所以这个相貌完全相同 所以说 若行貌差别 有好仇者不去证据 佛法的这个态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跟佛完全相同 所以我们看世间人画佛像 画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变相图 佛呢 画得特别大 观音菩萨小一点 再人又小一点 这个很不如法的 这个不对吧 当然了 这个画图的人呢 我们是凡夫 对佛显得特别恭敬 这样画去 其实这个是不如法的 如果真的要是 画变相图的话 统统跟阿弥陀佛身下 完全相同 所以到达西方都一样 那么也许有的同修就问了 那都是一样的 到底哪一位是阿弥陀佛呢 哪个是观音菩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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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晓得了 哪个人是什么身份 你就看得清清楚楚 一点都不会错 他对外表确实没有差别 可是你清清楚楚 明白明白 不需要去辨别 照见啊 这个智慧能力就先前了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实地啊